2017年,河北省沙河市的看守所里,一个样貌凶恶的奸杀干嫌犯正在露出阴森诡异的微笑。 面对镜头,他表情轻松,淡然地说着这回争取早点除狱。 面对自己犯下的偷天罪行,为什么他还能如此从容淡定呢? 2017年5月16日11点14分,沙河公安分局接到报警。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杠案经验丰富的民警还是面露难色。 在案发的树林里,一具无名女尸正赤裸地躺在路边,头朝北匍匐在沙土里,隐约能在沙土中看到半个身子。 而一件内衣和一双鞋子也正散落在尸体周围。 为何树林沙土中会暴露一名赤裸女尸呢? 受害女性在被害之前曾受过怎样的侮辱,导致衣衫全无,毫无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呢? 经过尸检,民警发现女受害人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 她在生前有被性侵的痕迹,而脖子上那一条明显的勒痕正是受害者的死亡原因,她是活生生被掐死的。 警方初步认为这是一起奸杀案件。 而掩埋尸体的沙土只是薄薄的一层。 民警猜测是嫌疑人掩埋罪症和尸体时过于匆忙和慌乱导致的。 在事发树林中,民警在尸体附近还发现了一辆电瓶车,这辆车很可能是受害者的。 而如今电瓶车倒在沙土里,电瓶车的钥匙也消失不见了。 而在电瓶车附近还有一些摩托车的驾驶痕迹。 这条沙土路是附近新开的,平时只有大型卡车和一些拖拉机从中通过。 为何受害者会骑着电瓶车在如此难以行走的沙土路通过呢? 受害者的衣服看上去十分朴素,应该是一名普通的农夫。 那他最后的目的地又是去哪里呢? 就在民警苦恼如何确认受害者的真实身份时, 剧烈案发地点五公里的某村民却打来电话求助, 说家人已经失踪多时,希望民警能够提供帮助。 接到电话后,民警迅速赶到了报案人崔某的家中进行调查。 崔某说,自己48岁的妻子赵兰在5月16号一大早,说是要出门。 结果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随后民警对受害人照片和赵兰本人照片进行对比。 经过赵兰儿子的确认,证实了受害人正式失踪的赵兰。 赵兰,48岁,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夫。 根据走访调查,宁警发现赵兰平常热情好客,为人十分善良。 而且赵兰和家人相处十分和睦,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情感纠纷。 如果排除情杀和仇杀,那犯罪嫌疑人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面对赵兰的死,崔家人表示难以棘手。 曾经活生生的一个人,在几天之内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而且还是在离家五公里外的小树林被残忍杀害的。 凶手和赵兰到底有多大的仇,多大的怨呢? 根据崔家提供的线索,警方立刻向当地的运营商调取了赵兰生前的通话记录。 从受害者的电话记录发现,案发当天七点,受害人主动拨打了这个138的号码。 而这个138的号码也是赵兰的最后一通电话。 崔家人说,这个电话号码不属于他们的亲戚或者朋友。 民警随号展开调查,发现这个138号码是一个新入网的号码,并没有其他的童话记录。 更没有实名登记。 为什么凶手只联系这个女人呢? 她是不是有预谋要对这个女人实施奸杀行为呢? 这一切都值得深思。 根据以往的嫌疑人作案过程,通常都是主动联系被害人,随之将其杀害。 但这个案子却很奇怪,是由受害人主动致电嫌疑人的,并且对方的电话号码还是一个入网的信号,证明凶手具有很强大的反侦查能力。 凶手会不会是连环杀手呢? 根据赵兰的丈夫介绍,最近妻子经常因为失业没有工作而苦恼,常常出门就是一整天,到晚上才回家。 但是她平常做事很有交代,并不会像前两天一样失联。 随着赵兰遇害的消息在乡里流传开来,很快赵兰的一个朋友主动联系了当地民警,称她有一条重要的线索。 沿着线索调查,民警很快就联系到138号码的重要来源,是一个兼并摊的摊主。 面对询问,摊主程大姐说,自己也因为赵兰的遇害,感到十分自责。 因为赵兰之所以会联系这个号码,完全是因为自己。 那么程大姐为什么会让赵兰联系这个138的号码呢? 原来,程大姐为人热心随和,平常很喜欢帮助朋友。 前段时间,听说有人正在苦恼找工作的事情,于是便时常在外边帮忙留意。 没想到正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小动作,却间接害死了赵兰。 民警虽然认为138号码有重大作案嫌疑,但还没能进一步断定真实案发的原因和经过。 看到程大姐在大街上泪眼模糊,民警也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在悲伤过后,程大姐缓缓说出了事发前一天的事情。 5月15日早晨,出摊的程大姐遇到一个骑着摩托车的小伙子过来买早餐。 不认生的小伙很快跟程大姐主动攀谈起来,并主动了解了自己新建的工厂。 他说自己的工厂刚刚落成,正需要一个会做饭,干活力索的厨师。 只要每天管厂里几个工人的三顿饭,一个月便能轻松入账三千块。 三千块钱的收入在沙河市来说绝对是很客观了。 为什么这么好的职位一直空缺呢? 而眼前的这名年轻小伙子也并不像出手阔绰的工厂老板呀。 社会经验丰富的程大姐看着眼前这名男子,心中还是有着一些的顾虑。 小伙子很快就察觉到了对方的犹豫和不信任,忙说自己是货车司机, 因为想要创业所以才把货车给卖了。 留下了钱和媳妇一起创业办厂。 听到这里,程大姐便没有了顾虑,匆忙让小伙子留下一个电话。 而这个电话正是138开头的这个号码。 随后程大姐便把这个联系号码给了朋友。 最后经过朋友职守,赵兰成功拿到了电话号码, 并在案发当天拨通了电话。 根据程大姐回忆,小伙子大概一拟七五,有着一双三脚眼。 沙盒时傍岸民警很快根据程大姐的口述,描绘了基础的嫌疑人画像。 根据多方证据显示,这桩离奇的杀人案应该是抢劫后的奸杀案。 随后,民警对全市近段时间的同类案件进行了串联分析, 发现凶手的作案手法基本和一周之内发生的两期猥亵抢劫案细节高度吻合。 也就是说,同一时段内,凶手竟然连续三次实施同类的犯罪,当真是色胆包天。 而第一期抢劫案和第二期案子更只是相聚仅仅两天。 案发时,受害人均被嫌疑人进行了猥亵,并满嘴无言晦语对受害人进行挑逗。 但可能这是凶手刚开始行凶,还过于慌张, 所以最后并没有对受害妇女有过多的纠缠, 而是趁着时机直接抢走财物,驾驶摩托车逃窜。 经过民警对前两期抢劫案的排查, 发现凶手的确指向同一个男人, 而且作案工具均是一辆黑色的摩托车。 经过细节比对,也是同一辆摩托车。 经过多番证据显示, 民警很快描述出嫌疑人的大概犯罪侧险。 他应该是一名三十多岁的男人, 为人好色,没有正常的工作来源, 平常以打零工为生。 凶手作案干脆利落, 应该是拥有强大的犯罪心理和灵敏的反侦查能力。 如果不尽快根据线索抓住嫌疑人, 或许还会发生更多的悲剧。 那凶手到底在哪里呢? 民警根据监控发现, 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都驾驶了同一辆黑色摩托车。 这辆摩托车就是重大线索。 很快, 民警发现嫌疑人在每一次的犯罪活动过后, 都会前往一个名叫巴黎庄的村庄。 随后民警立刻赶往巴黎庄, 并在附近进行多处的搜寻, 希望找到嫌疑人的行踪轨迹。 黄天不负有心人, 民警经过连日工作, 终于在某玻璃场内发现了一辆黑色摩托车。 经过细节比对, 很快就确定了, 眼前这辆黑色摩托车就是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使用的那辆。 这个玻璃场是正规经营的吗? 嫌疑人和玻璃场有何联系呢? 经过调查走访, 民警很快便查明了真相。 原来, 这个玻璃场是巴黎庄村的一个村民经营管理的, 而这辆黑色摩托车就是这个村民的。 但车主有一个好吃懒做的亲戚, 经常开着摩托车到处晃悠。 而最关键的是, 对方还要抢劫、强奸未遂的前科, 可以说是犯案累累。 听到这里, 民警立即对其展开调查。 这名男子名叫侯非, 三十岁, 本地人。 以前曾因盗窃罪、 抢劫罪和强奸罪, 多次入狱改造, 但因其行为良好, 都被提前减刑出狱。 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后, 民警立刻对侯非进行抓捕。 通过作案现场提取的足迹, 和侯非的足迹进行比对后, 发现, 挖线一致。 经过严密的证据显示, 侯非应该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在铁证的面前, 侯非终于对自己犯下的罪行 供认不讳, 说出了三起犯罪案件, 特别是对赵兰抢劫、 谋杀的犯罪经过。 2016年, 曾犯下强奸案的侯非 因在狱中表现良好, 而提前除狱。 就在家人以为 他会好好悔过 重新做人的时候, 他却改不了自己 吊郎当的性子。 出于对儿子的担忧, 侯家父母连接上了 巴黎庄村开设玻璃厂的亲戚, 希望对方能收容他, 给他一个自力更生的机会。 虽然想让儿子独立自主, 但顾虑重重的侯家父母 还是让亲戚 不要把工资结算给儿子。 平常侯非需要买烟买酒的话, 就得向父母伸手拿钱。 自尊心极强的侯非 不但没有感恩身边人的包容, 还染上了一个 需要花钱的恶习, 那就是到音像店 下载色情片观看。 眼看自己的色心膨胀, 没钱的时候很快便打起了老本行的主意, 那就是抢劫。 5月12日和14日, 侯非因为没钱购买色情天, 于是便谋划了两起街头抢劫案。 受害人都是女性, 同时也会向对方说一些乌言晦语 和黄色段子, 来满足自己的色欲。 几天以后, 把钱花光了的侯非 再次联系上了肩柄刊主, 以招聘为耳, 打算诱骗受害人赵兰到郊外, 然后实施抢劫。 5月16日早上, 赵兰顺利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侯非, 并主动要求上门看一下工作环境。 而侯非也告诉赵兰, 自己的厂子正在案发现场附近, 于是他便故意带着赵兰 往天梯的树林里走。 发现不对劲的赵兰 想要原路返回时, 侯非便抓住机会 勒住对方的脖子, 企图对他进行侵犯。 不一会儿, 赵兰便咽了气。 说完犯罪的过程, 侯非在记者面前 却露出了怪异的微笑, 随后向在场的民警和记者保证, 希望这一次法官能判少一点刑责, 他以后一定会对受害人家属进行赔偿, 从此洗心革面, 从心做人。 但是令现场人感到冲击的是, 侯非在审讯的过程中 始终保持着阴郁的微笑, 仿佛这几件抢劫, 甚至强奸谋杀汉, 都始终与他无关。 面对死刑不改, 失去人性的侯非, 相信他终将会迎来 属于自己的报应和惩罚。 第二个案件, 迷失的少女。 2012年6月24日, 汛期渐渐来临, 在山西省新匠县, 工人们开始清理分河岸边的杂草, 疏通分河河道的工作。 他们正在一条通往分河下游的排污渠 进行清理时, 一位工人惊奇地发现, 在不远处的水渠里, 躺着一个奇怪的东西。 在剥开杂草后, 发现那时一具年轻的裸体女尸, 头朝南,脚朝北。 发现尸体的水渠在分河西侧60米处。 进入夏季以来, 水渠附近杂草丛生, 平日里即便有人从水渠旁经过, 也难以看清水渠内的情况。 被发现的女尸是裸体, 高度腐败。 除了能够看除是个女的之外, 其他的特征都看不清楚了。 摊查人员立即对尸体进行了打捞, 整个现场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惨不忍毒。 山西省新降县地处于分河的下游, 由于2012年雨水较多, 导致分河水位猛涨, 水流湍急, 一旦有人失足落水, 将有溺水身亡的危险。 难道死者是个溺水身亡者吗?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年轻女子来到这个偏梯的河道呢? 有着丰富经验的办案人员带着疑问, 开始对尸体进行观察, 很快便发现了疑点。 一个年轻女子肯定不可能自己赤身裸体跑到这里来, 应该是死后被人抛尸在这里的。 侦察人员认为这是一起手段十分凶残的凶杀案件。 2012年, 是李磊担任山西省新降县公安局局长的第二个年头。 眼前的杀人抛尸案件在李磊任职期间还是第一次发生。 这个凶手手段残忍, 非常的罕见。 社会群众十分的关注, 公安局更是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法医经过仔细查看后发现, 死者的面部遭到了严重的人为破坏。 尸体整体来看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特征, 不能辨别他的职业特点。 这就为警方确定失源, 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在这尸体进一步尸检时, 死者脚踝处佩戴着一条红色脚链, 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 这个装饰品不是特别的贵, 就是一个女孩子带的最普通不过的脚链。 显然, 这条普通的脚链 依然无法反映出受害人的身份信息。 在抛尸现场, 技术人员也没有能够发现 更为有价值的线索。 如果无法确定失源, 要侦破这起杀人抛尸案 将会变得异常艰难。 办案人员对抛尸现场 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勘察。 虽然在杂草丛生的沟局附届 依然没有找到与案件有关的痕迹和误撇。 但是这样的现象 却让专案组对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特点 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这个地方有点偏涕, 一般人不知道。 所以警方推断 是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 通往抛尸地点的道路较为狭窄, 勘察人员并没有发现草丛中 有被车轮碾压的痕迹。 这就说明犯罪嫌疑人 并没有使用交通工具, 而是步兴来到此地进行抛尸的。 这就说明杀害女孩的地点 离抛尸地点非常地接近。 专案组反复讨论案情, 一个细节引起了 新匠县公安局局长李磊的注意。 这个女孩的指甲比较长, 据此来判定 这个女孩应该不是 长期同事体力劳动的。 在案发现场周边的 几公里范围内 分布着几家KTV娱乐场所。 针对受害人脚踝上 带有脚链、 指甲较长的特点, 新匠县公安局局长李磊 对受害人的职业 做出了大胆猜测。 死者很有可能 是在附近的歌舞厅等娱乐场所 从事服务工作。 警方立即以杀人现场为中心, 在周围5到10公里为半径 进行走访摸牌。 虽然受害人 曾在本地生活过的 可能性极大, 但是几天的排查工作 却毫无进展。 这样的状况 使专案组的每一位成员 都陷入了沉思。 受害人究竟姓慎名谁? 来自哪里? 又是谁 会如此残忍地 将他杀害呢? 这一个个疑问 困扰着 每一位办案人员。 李磊决定 通过当地媒体 发出寻人启示, 并且向周边 各个县市 发出协查通告, 协同调查 失踪人员的信息。 2012年7月5日下午, 一位老人 顶着酷暑 急匆匆地 来到了 新将县公安局报案。 据报案人 刘老汉描述, 他独自一人 从离新将县 不远的 合金市 来到新将, 是为了调查 自己女儿的下落。 他的女儿 莉莉 已经失踪 一个多月了, 毫无音信。 据刘老汉描述, 她的女儿 莉莉 19岁, 曾在 合金市 一家饭店 当服务员。 由于家主 农村, 莉莉 只有在 饭店 打工休假 期间 才会回家, 平时 都是用电话 与家人 保持联系的。 2012年 6月3日, 刘老汉 像往常一样 拨通了 女儿的电话, 但是却 无人接听。 老汉 觉得可能 是女儿电话 坏了之类的, 也并没有 多想。 可转眼 一周都过去了, 女儿的手机 依然是 无人接听。 刘老汉 带着 忐忑的心情 来到 女儿打工的 饭店询问, 可饭店 老板却说, 莉莉 在6月2日 向她请假, 说有急事 要回家一趟, 6月3日 一早 便离开了 饭店。 这个答复 让刘老汉 感到非常不安。 6月3日, 女儿并没有 回到家中, 而且6月2日 在电话里, 女儿也没有 向刘老汉 说过准备 请假 回家的想法, 那女儿 究竟去哪里了呢? 经过多方打听, 刘老汉 终于找到了 女儿的好朋友 兰兰兰兰兰兰的手机里 还保留着 莉莉 给她发送的短信。 6月2日下午, 莉莉发来信息, 说第二天 要去山西新匠县 应聘一份 销售员的工作。 但是在 6月3日的短信中, 莉莉却说 自己被带到了 新匠县的 某个KTV里, KTV老板 让她在这里 做服务员, 她感觉自己上当了, 想要回家。 之后的几天中, 兰兰便再也没有 收到莉莉 发来的短信了。 刘老汉 立刻来到了 女儿短信中 所提到的 这家KTV 询问女儿的下落。 可是KTV的老板 却说莉莉 由于不愿意 在KTV上班, 已经于6月3日的下午 离开了。 听过刘老汉的描述后, 办案人员 顿时感觉 莉莉的 失踪, 很可能跟 2012年6月24日 分合附近 发现的 无名女尸有关。 当天 办案人员 让刘老汉 对无名女尸 进行辨认, 刘老汉 只感觉到 有一点像。 为了确认 受害人 是否为 刘老汉的 女儿莉莉, 办案人员 立即进行了 DNA的比对。 DNA的检测 结果表明, 2012年6月24日出现在 分合下游附近的无名女尸, 正是刘老汉年近19岁的女儿, 莉莉。 突然降临的噩耗 让刘老汉 很难承受。 在受害人莉莉 发给好友 蓝蓝的短信中, 提到了自己被骗到 新将县的一家 KTV 做服务员。 这正巧符合了 新将县公安局局长 李磊 最初的推断。 事不宜迟, 李磊决定 立即对这家KTV 进行调查。 根据KTV老板的供述, 杀害莉莉的凶手 并不是她, 而是曾在KTV 当服务员的 曾某和康某。 作案之后, 两人匆忙离开了KTV。 由于得知 新将警方正在 对莉莉被害案 进行调查, 并且已经掌握了 大量的证据, 犯罪嫌疑人康某 主动来到了 新将公安局 投案自首。 康某说, 曾某曾来找过他, 还劝他一起跑, 但被他拒绝了。 康某回到家后, 跟他爸爸 说了事情的经过, 在他爸爸的劝说下 来到公安局自首。 据犯罪嫌疑人 康某供述, 犯罪嫌疑人 曾某已经连夜 逃往了北京。 山西省 新将县公安局局长 李磊决定 亲自带队前往北京, 对犯罪嫌疑人 曾某实施抓捕。 到达北京后, 新将警方立即 与北京市公安局 行政总队取得联系, 共同对犯罪嫌疑人 曾某的行踪 展开调查。 虽然已经掌握了 大量线索, 但是调查工作 依然有着较大的难度。 在北京警方的 大力配合之下, 办案人员终于确定了 犯罪嫌疑人 曾某落脚的区域, 北京市通州区 西极镇, 并且经过 进一步的秘密调查, 确定了犯罪嫌疑人 曾某所藏匿的 具体地点。 经过严密的部署, 犯罪嫌疑人曾某 被成功抓获。 审讯中, 犯罪嫌疑人曾某 对杀害19岁少女 莉莉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据曾某供述, 2012年6月3日, 莉莉从山西省 合金市来到新疆县后, 她和莉莉 还是第一次见面。 那么究竟是 怎样的原因 会让她如此残忍地 将莉莉杀害了呢? 在2012年年初时, 莉莉经家人介绍 来到山西 合金市的一家饭店 当服务员。 饭店的工资 虽然不高, 但是饭店离家里 只有十几公里的路程, 莉莉的父亲 对于这份工作 还是比较放心的。 除了合金之外, 莉莉没有去过 更远的地方。 工作之余, 莉莉经常到饭店附近的网吧上网。 一次偶然的机会, 莉莉在网上聊天时, 认识了山西省 新疆县的曾某。 在一次网上聊天中, 莉莉曾对曾某说, 饭店的工作枯燥乏味, 挣钱又少, 她想找一份 挣钱较多又有发展的工作。 这个消息, 是正在KTV打工的曾某 看到了一条发财的路子。 原来曾某所在的这家KTV 刚刚开业不久, 即需要一些年轻女性 来做酒水推销员。 KTV老板宣布, 如果有谁能够介绍一些 年轻女孩来做酒水推销员的工作, 将会从收益中抽出一部分 作为奖金, 罚给介绍人。 由于担心莉莉不愿意 从事酒水推销员的工作, 曾某便谎称自己的朋友 开了一家化妆品店, 正在招骗化妆品销售员, 并答应能够给她丰厚的待遇, 一个月能赚三千块钱。 听了曾某的介绍, 莉莉动心了, 说她愿意。 2012年6月3日, 莉莉向饭店老板请假, 称要回家一趟。 她怀着对新工作的美好期望, 一大早便坐车来到了新匠县, 见到了能够给她介绍工作的网友, 曾某。 6月3日下午, 曾某便把莉莉带到了 自己工作的KTV。 KTV里的灯红酒绿是年仅19岁, 并且第一次离开家乡的莉莉 感到极度不安。 她此刻才明白, 自己上当了。 她想曾某提出了想要立刻回家的想法。 在KTV里, 曾某一直跟莉莉说着好话, 劝她接受这份工作, 但莉莉一直说不愿意。 曾某为了避免在KTV里发生争执, 便叫上浪同事康某, 将莉莉带到了 离KTV不远的分离河河畔附近, 企图以暴力威胁的方式 让莉莉接受这份酒水推销员的工作。 出乎意料的是, 急局劝说之后, 莉莉依然不从, 曾某便开始对莉莉大打出手。 莉莉遭到毒打, 大喊救命, 恼羞成怒的曾某便将莉莉杀害。 探到莉莉已经死亡, 不知所措的曾某和康某 匆忙返回了KTV, 将莉莉死亡的消息告诉了老板。 可令人感到不解的是, 老板不但没有报案, 反而带领的曾康二人 回到案发现场毁尸灭迹, 企图逃避警方的打击。 莉莉年迈的父亲 经过一个月的苦苦寻找, 得到的却是令全家无法接受的现实。 KTV的老板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这家KTV几乎花光了他多年的积蓄, 面对这样的结局, 他的心中留下的只有悔恨。 虽然三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落入法网, 但是负责侦办此案的山西省新将士公安局的每一位民警心中, 都看得是无比沉重。 网络跟现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天上不会掉下泄饼。 如果当时受害人能够理性地对待网络, 能够加以分析和鉴别的话, 相信不会有这种悲剧的发生。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 如何正确地鉴别网络信息, 保护自身安全, 将成为每一个人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随着互联网络信息,